该如何提升自己的体势能 体育署推出四本健身宝典 体育署副署长王水文指出 在上班族的部分 有设计一系列自我检测动作 以及生活饮食建议 使平时要坐在办公室的人 可透过各式健身以及伸展动作增加活力 另外这次还特别打造魅力女性健身宝典 提供女性民众在生理期 怀孕前后期的检疫运动和速身操 维持好身材 20多岁到40多岁这样的一个职场的人员 养成运动习惯的比例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特别在增开了这样的族群 那另外在妇女部分 因为她在生理上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所以今年也有针对妇女的部分 我们也增开提示检测 在发表会上 体育能指导员亲自带领现场官员 和活动代言人号角响起 一同进行伸展运动 号角响起表示 体势能好的人身体较灵活 也比较不容易受伤 而且能消耗较多的热量 保持适当体重 体育署强调 每个人的体势能与身体状况都不同 因此没有哪一种运动项目 可以同时符合所有人的需求 体育署目前在全台 设置70多个体势能检测站 各站都有体势能指导员 依照民众的体势能状况 再配合体势能健身宝典内的图示 指导相关运动 竟然改善自身体势能情况 有关检测站的地点分布 和体势能健身宝典的电子版 可以上体育署的 台湾i运动资讯平台查询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 陈光维台北采访报导 陈光维台北采访报导 oration